成小阅读会,你有16位好友已经关注,学钢琴最重要的是什么,加油情童的家长都知道,最重要的是脸,但同样是一个小时,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弹得又快又好,而有的孩子却停滞不前,甚至退步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练琴的方法,也是一位琴妈帮助8岁女儿学习钢琴的心路历程,她的女儿琴琴钢琴过了十集,还在比赛中拿了一等奖,但在半年前,琴琴差点因为不想学而放弃了钢琴。 一,钢琴学了一年多,就是没进步,琴琴学钢琴已经有一年了,但是也一直停留在钢琴入门的水平,更不要说拿着钢琴符直接弹了,一次家里聚会,琴妈想着让女儿锻炼版量,就让琴琴在琴琴面前弹一首简单的钢琴曲,但琴琴刚坐上琴的脸就红了,半天也弹不出一个音符。 自从那次之后,琴妈再也不敢说自己的女儿在学钢琴了,学了一年,为什么就是没有一点进步呢? 琴妈也不明白,孩子挺聪明的,当初学钢琴也是自己吵着要学的,为什么学着学着就越弹越差? 二,钢琴学不好,90%的问题出在这儿,眼看琴琴已经学前一年半了,琴妈记得像热波的蚂蚁, 更让琴妈束手无策的是,琴琴对钢琴的热情逐渐变淡,甚至多次和琴妈抗议,说学钢琴太难了,再也不想学了。 其实,孩子学不好,很大的责任在于父母,琴妈和琴爸平时忙,根本没有时间陪孩子练琴, 仅是靠老师讲解练习,钢琴根本学不好。 别忘了,钢琴最重要的是练,琴琴平常是怎么练琴的呢?爸妈不在家,琴琴练了一会儿,就觉得哭到无味。 碰到不会弹的,琴琴也不会静下来,胡乱就弹过去了,练了一个小时算完成任务,这样有进步才快。 三,这样的陪练,真的有用吗? 琴妈特意去咨询钢琴老师,老师告诉她,如果没有好的陪练,孩子练习兴趣会降低,越练越差,她建议找一个钢琴陪练,现在很流行的在线一对一陪练,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琴妈这才意识到,一个专业的陪练作用这么大,孩子钢琴学不好,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努力,而是没有好的陪练。 琴妈回到家和琴爸商量,因为都不懂钢琴,所以打算用个钢琴陪练,但是去老师家练琴,或者找老师到家里陪练成本都太高,而且老师不可能随时随地的给你解答。 琴妈决定试一试这种新潮的真人赛线一对一陪练的方式,找到了一款叫钢琴陪练的线上真人陪练,看到口碑还不错,而且有面费的试听。 琴妈决定一试。 四,孩子竟然在比赛中拿奖了,让琴妈没想到的是,这次孩子体验后的效果非常好,完全改变了琴妈对在线陪练的看法。 陪练老师是音乐学校的学霸,特意让琴琴把五个字贴在钢琴上,指示各个贴行自己。 对,音对,节奏对,直把对,慢,慢练一遍,生活跨练一遍,拆,用点难点拆开练,听,多听名曲,培养乐感,感,弹错,不懂得及时找老师改正。 孩子看到钢琴上的这五个字如获之宝,加上陪练老师的陪练指导,少王后后对琴妈说妈妈,你辛苦了,以后,让老师陪我运气吧。 琴妈觉得钢琴陪练做的最好之处,是非常好的解决当下家长们陪练的痛点。 没时间,不专业,线上一对一陪练指导。 钢琴陪练拥有国内众多知名音乐乐校的老师,通过线上一对一陪练的方式,及时指导就错。 陪练老师特别用心,哪里弹错了,哪几小节节纵有问题,都会针对性地陪孩子反复练习,直觉改正错误。 更让孩子开心的是,每次弹得好,老师就会发送可爱的小动画,让孩子练琴变得更加有趣生动。 慢慢的,孩子练琴更专注,更愿意主动练琴。 这些都是家长自己陪练做不到位的,贴心的课后陪练单,解放家长。 在课后,老师会给家长详细的陪练单,且您本节课的练习情况都改正建议。 这些实用的陪练单,简直就是解放了家长。 练琴练的是技巧,需要靠专注和指导,不断练习才能获得进步。 长时间盯着孩子练琴,不仅自己很累,孩子也会变得越烦。 现在,孩子练琴时,亲妈只需要在一旁喝着咖啡,欣赏孩子优美的琴演就行了。 在钢琴陪练的帮助下,琴琴弹琴越来越好,学习成绩竟然也上去了,成了老师特别喜欢的孩子。 最近参加少儿钢琴比赛还拿了奖,让孩子的自信先大增。 看着钢琴陪练叫琴琴一点一滴的进步,琴妈感觉很触动。 她想告诉所有家长,一个孩子如果坚持学钢琴三年以上,将会影响孩子一生。 如果你将孩子在练琴上遇到难期,不妨试试钢琴陪练,允许就能改变孩子一生。 专业音乐学院老师辅导孩子练琴,钢琴陪练老师均毕业语,专业音乐学院,示范学院,五年陪练经验。 祝您孩子高校快乐练琴,专业老师在信一对一辅导,老师与学生实施互动,让孩子练琴不再枯燥。 千万中国形同家庭的选择,足复出虎享受高质量的陪练服务,家长好评语如潮,二百元钢琴陪练课,现实免费申请,在线专业老师一对一陪练,小孩子爱上钢琴,长按时别下方二维码免费视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